那我們現在來先看一個最簡單的 這是最輕量化的 也就是一個叫做線上螢幕錄影 我已經講了 不能再說不會教學錄影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Appalsoft 事實上這個官方網站上有很多的免費軟體 那線上的服務就包括你現在看到的包括螢幕的錄影 線上的錄影轉檔啊影片下載有些時候像Youtube影片下載多多少少 如果你不用其他軟體也可以到這邊 那螢幕的擷取有沒有 那我們要的就是他這個螢幕錄影功能所以呢 麻煩大家你可以按這個超連結 這個超連結 你把它按一下 就可以連到他的官方網站去 有沒有進來了 就進來了 但是大家不要因為看到免費線上錄影 就開始有點擔心 錄影完馬上就傳上去 沒有沒有沒有 他錄影完 是留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只不過你要啟動這個層次 必須要到這個網站來 這樣你了解意思嗎 所以你不是說像那個串流馬上錄了就傳出去不是這樣子 檔案還是留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檔案還是留在你自己的電腦裡面 有沒有都進到這邊來了 來我等客客一下 現在大家都進到這邊之後呢我們就要按一下開始錄制 你不要下載桌上版本 桌上版本是適用30天的那個版本 你就要開始錄制 那第4的時候呢他會 要我們下載一個很小的檔案 有一個叫啟動機有沒有 這個大概好像一兩美感而已一下就好了 有看到了嗎 在這裡 你就把按一下 執行 這個只有做一次而已 只有做一次 好 好那這樣安裝完了確定 他就開始更新 這樣就可以 等一下呢等到他更新完了 他就會跳出準備錄影的畫面 所以這樣有沒有最輕量在一兩MB而已 就是 多做這個動作 好了有沒有 我就已經進入準備錄影的模式了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提到嗎 我們錄影的時候尺寸是多少對不對 你看這裡 喔有沒有看到的 你看 有沒有640 480 所以你看到 我們在那個YouTube上面什麼480p 360p 知道了嗎 就指的就是這個意思 所以 在這邊 我們把它選擇 你可以選擇下面 這邊 這個 有沒有720 1080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螢幕是不是都16比9的 當然了因為我不確定 我們這邊解析度是射多高 你射的尺寸越大 是不是相對錄下來檔案會比較大 不過 各位倒是不用太過擔心 因為 這些錄下來都是MP4的格式 好MP4格式 所以其實檔案大部分都還蠻小的 以我自己上課的 就是經驗來講就是 大概一個 上午 就大概三個小時或兩個小時這樣課程下來大概三四百美格 這樣我想 應該你要帶走應該都還算容易啦 大概算容易 所以 我們在這邊呢我先看一下 這裡我就選 那個好了 我看一下這樣 這樣還好 我這邊解析度還算蠻高的 所以我用1280 成720 那 你要怎麼錄呢 你看我們左手邊這裡 你可以選擇 只有系統的聲音 還是我要連麥克風都一起進來 就兩個都進來 也可以 比如說點這個 甚至有些人只想要 示範一下 用5的 你們都沒有看過有些YouTube上的影片 他就是 只錄畫面 但是聲音是用配樂的 有沒有 有 因為有些人就想說 比如說他玩遊戲 他就玩給你看 但是他就不要講話了 也有那一種人啊 因為你在上面就可以自己換聲音 換那個背景音樂也可以 第二個 你可以選擇 你要錄的是 螢幕的畫面 還是我們的 就是攝影機的畫面 那這個地方 你們不用擔心 是什麼 就是 如果說你選擇的是這個 真的是只有螢幕畫面 就是那個攝影機的畫面 如果你選擇是螢幕的話 我有廣播嗎 如果你選擇是螢幕的話 你可以選擇什麼時候自己要把自己的頭放進去 就是那個攝影機的畫面 等一下我做一下給你看 所以 你在這邊我就先暫時用螢幕就可以了 那我就開始錄製了 按下去 他有沒有告訴你 他的快速鍵是什麼 有沒有 你可以稍微記一下 如果沒有記也沒關係 旁邊也會看到 因為我現在不是全螢幕 對不對 所以 我現在就 這樣子 好啊 確定 有沒有開始倒數計時了 你的那個視窗 現在我們就真的開始錄影了 那如果說我要講解這一塊 這裡 有人寫安安 早安 請問Mac可以用嗎 不好意思 我們今天介紹的 四個 嚴格來講三個軟體 是對Mac最友善 哈哈哈哈 我知道很多人覺得 Mac 我用了它又不是我的錯 對不對 可是我走到哪裡都被Windows欺負 這三套軟體都有Mac版 好嗎 所以 而且都是免費的 你就可以用了 讓我們 上面那個都有了 好 那你有沒有發現我的聲音有錄進來 下面有聲音確定了 對不對 再來 你要講解的時候 比如說我回到這邊來 我想要講解這個內容 旁邊那個 如果萬一這個 真的 比較 上面可不可以自己拉一下 可以 那我要講解你看喔 點到它 有沒有筆 點到它 有沒有這樣就有了 它連筆都把你準備好了 對不對 還不錯吧 那我把它稍微拉上來 因為筆的那個選項在下面 我稍微拉上來 你就看得到 有沒有顏色在下面 尺寸 這樣知道了吧 打字這個沒問題 好所以用完了再按一下 筆是不是又收起來了 如果你覺得 真的該 是出現的時候了 我現在抓另外一台 啊 放顛倒 哈哈哈哈 這個是沒有廣角的 所以我這個其實就有一點比較近一點 頭比較大有沒有 那有些人不喜歡放在這裡嗎 你可以自己放這裡啊 你可以遊走四周啊 因為有時候官方不小心擋到了 對不對 你就可以自己看 換那邊看得了 嘿 如果你覺得 我已經 好了 OK Say goodbye 按一下 有沒有就消失了 因為有些老師不見得喜歡一直在上面 偶爾出現一下 你知道我有在看著你 開玩笑 那如果好了我們就按暫停 有沒有 那麼 確定OK了 真的 好了我就打個勾 那麼這個軟體除了錄製以外 它還有簡單的編輯功能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比如說跟其他影片做一些 剪接 就合在一起 或者針對錄的 因為有時候難免會有不小心吃螺絲嘛 那你需要剪接的也可以用 只是它比較簡易一點 比較簡易一點 你看我打個勾 好它開始存 現在我就是開始出 那如果說我要講就是這一塊 有沒有先撥給你看 對不對 然後呢你可以先檢視一下 下面有 對不對 按一下 筆是來 那 有人 我已經 好了嗎 OK OK 按一下 在下面的有沒有 沒有看到 好等一下再來看一下 那 是不是這樣先檢視一遍 檢視完了 在右手邊這裡 有沒有一個輸出 就是這個 來我把它按一下 好 你有沒有看到 可不可以保存影片 可不可以變成GIF 所以其實有些時候我部落格上那個文章啊 我懶得用講解的 我就用 動畫的方式 GIF的動畫方式 我就讓他知道說我大概的操作方法就好 我會用這個方式 所以其實 到底什麼時間 什麼樣的場合 你要用什麼樣的錄影片 錄你的軟體 或工具 其實你可以自己選擇 因為 看你的需要 好所以我在這邊 直接如果你要編輯就用這個 好那我假設我直接先存檔 你看我們剛剛大概錄了兩分鐘對不對 兩分鐘有沒有發現這個格式是什麼 是NP4的 那檔名 還有儲存的位置你可以從這邊自己選擇一下 我就先放到我的這個上面 放到這邊 這裡 儲存 那他會有一個輸出的動作 大部分的這個錄影軟體都會有一個做輸出來 所以為什麼我平常上課錄影我是用這一套 因為這個 不用輸出 錄完就直接看 有他的優點 有他的優點 所以我會 在教學現場的部分 我都大部分用這一套 但是如果我寫部落格我就不見會用這一套 為什麼 我說這個 我說我現在在錄這個 我如果寫部落格我可能就用我們剛剛這一套 或者是那個另外一套 因為 寫部落格的時候 比較龜毛一點 因為你有時候會想到東想到西 可是上課我很單純 就是 上課我已經知道我要講什麼 就比較 不能說固定但是就至少那個主題是確定的時候我就會 比較 喜歡用直接錄的就好 好 出錯機會比較好 這樣就好了 按完成 現在呢你把這關掉 他就會 是不是又回覆回來了 那如果你真的不要用了右手邊這有個叉叉 就 再見了 這樣就用完了 那我們可以回到剛剛這邊來 您看這裡 剛剛我把它存在這裡 有沒有在這邊 兩分鐘 請問多大 3MB 是不是還好 對不對 當然如果你錄的是影片的內容 所謂的影片內容就是 你是播放影片 然後你去把它錄下來 這樣子檔案比較大 可是因為我們一般教學大部分都是比較靜態的畫面 所以這個 對 錄下來的檔案大小 來說會 相對小很多 相對小很多 這樣有沒有信心 可以嗎 試看看好不好 好多了 好多了 我先看 說的 好多了